特别好看 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再去一次 我是不会再去了 我觉得我拍挺好的 就是可以做专业摄影师的那种 哈喽 时尚旅游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散尼扬云琴 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和心情吗 跟粉丝朋友们一起回忆当时的故事 这张照片我有可能不太有什么记忆 估计就是我爸妈带我去公园玩的一张照片 然后我玩得很开心 下一张图是我去比利时 拍下来的 我觉得这一趟旅游是一个 很特别很特别的旅游对我来说 就是我能去感受很多艺术 我是觉得那天的风景跟光特别好 所以我就自己拍了下来留纪念这样 第三张照片呢 是在万里走单旗的鼓浪雨 那个场景我觉得还挺温馨跟温暖的 因为我是跟雷错的音乐老师们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然后我在旁边打鼓 下四张图呢 都是情而美美的当场世界 对因为近期我开始爱上了摄影这件事情 有空缴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把一些我眼睛看到觉得很漂亮的 或者说很美的风景拍下来 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但我觉得我拍挺好的 就是可以做专业收尾师的那种 没有啦开玩笑 下两张图是我前段时间喜欢的一个爱好 就是数字油画 因为那段期间有可能我的心情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才开始画这个数字油画 画完了之后呢 就觉得放松了很多 然后加上在画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去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下两张呢是在法国的时候拍的 这两张照片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一个电音音乐节 算是我们的团建 然后去玩的风景特别美 然后有一点冷就是不太喜欢太冷的地方 但是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到法国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感受电音音乐节的现场 反正就很好玩特别好玩 我觉得这一生中一定要去一些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旅游看看 我这么看来我觉得我好像去了好多地方旅游哦 但是我都是在公游 而且对公游旅游 这两张是在撒哈拉当时是去录制一个组艺节目 但我真的要说就是人生中一定要去一次撒哈拉 因为那里太美了 虽然生活比较艰苦吧 因为毕竟没有厕所没有什么的 但是就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旅游 然后最特别的我觉得就是想要推荐大家的就是 撒哈拉晚上的夜景 感觉就是你一伸手就可以触碰到那些星星的那种感觉 很近很近 感觉特别好特别好看 就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再去一次 我是不会再去 但是如果你们还没去过 我真的真的推荐你们去玩一次 然后下一张也是在三亚住路易党的组艺节目 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好 因为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小孩 其实我已经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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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见海了 然后那天真的是去吹海风 然后去看海 然后去感受那种大家在沙滩上玩的感觉 感觉回到我自己家的感觉 如果大家有时间然后疫情好的情况下 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泰国旅游看看 然后像两张图呢也是一样公月的旅游 是在北京 他们说他是称北京迪士尼 里面有一些设施 那个时候工作太繁忙了 然后也没有时间好好休息好好出去玩 然后刚好借这个公费出去旅游了一趟 然后去玩一些游乐设施啊 反正那天我觉得我活得很像一个小孩一样 这就是我的旅游照片啦 跟你们大家分享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哦 但是我最推荐的还是我的家乡泰国 有山有水有海 有能买的东西 然后东西都很便宜 然后饭也很好吃 不管你走到哪都能知道好吃的东西 一定要去玩 你的ethon 选择 去玩 decision 嬉不 去玩 去玩 絸和